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小松机场来到辅景市 首先要参观的景点是辅景番主 月前松平家的别墅养浩馆庭园 这个庭园被列入国外庭园杂志的名录 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从风格典雅的合适建筑内 观赏外面回游市林泉庭园的风景 别有一番情趣 辅景历史悠久 拥有众多名圣古记 接下来要看的景点是伊成谷昭仓氏一记 战国时代 昭仓氏在此建成执政 长达五代历时103年 极尽奢华 建豪左左幕小次郎 士丁幕府第十五代将军 足利益昭和明治光秀 也曾在此栖身 规模宏大的遗迹和庭园 分别被指定为国家特别历史遗迹和特别名胜 伊成谷成还被列入日本百大名城 辅景县发掘的恐龙化石位居日本榜首 是日本最大的恐龙王国 辅景县立恐龙博物馆位于圣山市 是世界三大恐龙博物馆之一 这里不仅斩有辅景盗龙等 发掘于辅景的恐龙 还有一千多件标本 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复原立体模型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每年到这里参观访问的国内外游客 若意不绝 辅景县位于京都北部 隔着日本海与大陆遥遥相望 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许多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 延延不断地传承下来 在月前竹偶人之乡 不仅可以体验竹器工艺制作 还可以欣赏展厅里一件件质朴千细 栩栩如生的竹偶人作品 夜幕降临 第一天的住宿安排在北陆地区 著名的温泉 芦园温泉 您可以尽情欣赏精致美丽的庭园 品尝日本海的食令海鲜 放松身心 享受温泉的乐趣 第二天去世界三大奇景之一的东巡房 体验一下坐船旅游怎么样 高25米 绵延两公里的悬崖峭壁 气势磅礴 十分壮观 坐着游船 从海上观看这一神奇绝景 一定会让您感到无比震撼 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 是七百七十年前 由道元禅师创建的禅宗寺院 今天 僧侣们仍在这深山幽谷 寂静的空间 日夜潜心修行 普通人也可以体验坐船修行 面对墙壁 默默坐船 可以独自面对自己 在永平寺 在永平寺和修行 视为同样重要的是饮食 到了永平寺 请一定要品尝一下素摘 怀着一颗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感谢食材中的每一个生命 品味生活的喜悦和幸福 月前和纸已有1500年的历史 自古以来 作为月前奉书纸 代表日本和纸的最高品质 还曾被作为明治新政府的纸币 在月前和纸之乡 纸沙草馆 您可以自己动手 制作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属于自己的和纸 晚上回到辅景室内 可以去冰丁附近转一转 这一带老字号的高档日本料理店 和旅馆临次致比 从前 竹宇川发达的水运 给这里带来了繁华 如今 异记们演奏的太古和三弦琴声 依旧回荡在寂静的夜空 第三天的帷幕 在敦赫港口的清晨散步中拉开了 旌旗地区的红砖仓库 以前是用来储存海带的仓库 这里是日本三大松林之一的 汽比松园 敦赫湾沿岸是一片美丽的弧形沙滩 每到夏天吸引着无数前来享受海水域的游客 热闹非凡 从敦赫沿着若霞路向西前行 便可以到达被列入拉姆塞尔师地公约的三方五湖 在湖底发现的条纹状堆积物年稿 成为考证古代年代的世界标准 乘坐缆车前往山顶公园 沿途的景色美不胜收 从展望台放眼望去 波光零零的三方五湖和若霞湾的美丽景致 一览无余 据说在陶片上写下心愿 用力抛向湖的方向就可以心想事成 梦想成真 顺着若霞路再往西 便是被誉为海边的奈良的小兵室 这里有明通寺等明岔古寺 还有众多被指定为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的寺院和佛像 小兵西祖三丁丁 自古以来作为日本海的重要港口 曾经十分繁华 这里的街道古色古香 依然保留着昔日的风貌 以前人们把从若霞湾捕捞到的青花鱼等海鲜运往京都 所经之路被称为青花鱼街道 这里就是起点 请一边品尝当地有名的烤青花鱼 一边张开思绪 想象这里昔日的情景吧 说到若霞就一定要提到漆气筷子 在筷子之箱展馆 可以亲自体验制作漆块 制作方法是在贝壳和金银钵上反复涂漆 通过研磨使之露出绚丽多彩的图案 浮井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